俄羅斯是否會對烏克蘭出兵 眾說紛紜 美國說隨時有開戰的可能 但普丁卻似兩波千斤保持模糊態度 不過遠在太平洋的台灣 該怎麼看待俄烏情勢的影響 今天的國際新聞評論 要來談談台海情勢與烏克蘭局勢的比較 全球都在關注俄烏情勢的發展 主要大國也透過外交對話的渠道 試圖緩解一觸即發的烏克蘭危機 不過進展相當緩慢 局勢仍然混沌不清 與此同時 歐美國家正在為俄烏衝衝突而感到焦慮時 有論者認為 中國可能會複製二戰前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模式 對台灣發動軍事攻擊 讓西方國家疲於奔命 問題是真的有可能嗎 中俄兩國會聯手同時兩邊開戰嗎 這恐怕需要對照整體情勢的差異 方人準確判斷 否則以而傳而 反而會因為誤導製造內部不必要的恐慌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 中東歐地區是俄羅斯跨逐亞歐事務的核心範圍 俄烏兩國都曾是前蘇聯體制下的一員 在俄羅斯的眼中 烏克蘭理應是俄勢力下的衛星國 因此普丁特別強調反對北約東擴的立場 甚至不滿西方國家在鄰近俄羅斯地區的軍事部署 普丁的底線是維持現狀 反對歐美進入自己的後花園 而台灣位處於東亞第一島鏈的重要戰略位置 中國認為台灣是其一部分 把解決台灣問題視為歷史使命 持續對台軍事恫嚇軍機擾台 從未放棄武力犯台的選項 而反獨促統更是重要的政治目標 現階段中國一再對台測試灰色地帶的效應 意圖片面改變現狀 不同於俄羅斯對烏克蘭所採取的以攻為首策略 此外俄羅斯確實以採取軍事部署的動作 十萬大軍濱臨烏克蘭邊境 同時也和有二國家進行軍演 例如白俄羅斯 俄羅斯雖然尚未對烏克蘭採取攻擊的行動 但整體的情勢確實有升高的跡象 許多國家也對烏克蘭發佈旅遊警報 敦促公民及法人企業不要滋留當地 儘速離境撤出 顯然俄烏之間已進入戰爭的邊緣 對照台海情勢的現況 當前的兩岸關係雖然處於低盪的狀態 而且中國仍持續武嚇台灣 但兩岸還會進入軍事衝突的階段 雙方都未有大規模具體的軍事部署動作 也未有他國僑民或法人單位宣布 撤離台灣或中國 目前的台海情勢未有不穩的現象 可以說俄烏情勢並沒有對台海局勢帶來影響 主要原因是兩個情勢的成因本質 及戰略意義大有不同 值得留意的是美國在地緣政治的角色 針對俄烏情勢 美國傾向採取外交途徑來進行談判 服以經濟制裁手段來向俄羅斯施壓 但卻不願深陷其中 反而在台海議題上 美國保持較為強硬且直接的立場 不但重申台灣關係法 與六項保證的基本原則 更持續對台提供防禦性武器 這反映出美國對印太戰略的重視 也是藉此展現維持安全 經濟及半導體供應鏈穩定的能耐 持平而論 俄烏最悲觀的情況不一定會發生 而台海情勢與烏克蘭局勢本質上也有所不同 但危機解除或取得短暫穩定 並不代表將永保平安 大國禁逐地緣政治利益會不斷顧忌重施 以達到自己的目標 俄羅斯持續固守後花園的影響力 中國也不會中斷對台進行交流統戰與武力恫嚇 短期內在中國內外情勢的政治議程上 不至於在台海地區聲勢 但對台滲透製造內部矛盾恐慌 依舊是台灣面對中國威脅的重要課題 地區聲勢 里馬和 Waal 地區聲勢